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第二次课 如何定义模板的过滤器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了解这个模板过滤器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回顾 然后我们看如何来自定义模板的过滤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过滤器的基础 在Jungle的模板中我们可以通过过滤器来修改定义的显示 过滤器的形式就如同这个显示的一样 一个两个大括号 然后一个变量 然后一个竖线加这个过滤器名字 然后管道这个竖线就表示一个管道符号 表示后面要使用一个过滤器 第二就是过滤器能够采用这个链式的方式使用 比如说你可以加多个管道 然后后面跟多个这个过滤器 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UNIX的话 它就很像这个UNIX的grip后面结果 然后你再grip去反复的一个查询 一个内容 第三就是过滤器还可以带这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 TrancateWords 然后后面就可以带一个参数30 过滤器的参数中如果有空格的话 我们需要用引号来引起来 就比如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Jungle后面 它如果有空格的时候 然后里边有一个 引号来把它引起来 Jungle中它有30多个内置的过滤器 比如说add,cut,date等 接着呢我们就来 打开我们的pycham 来自定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过滤器 首先跟上一节我们讲的这个自定义这个标签一样 我们要有这个template text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自定义 我们的这个标 这个过滤器了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 Python的文件 叫做 pore filter 因为这个过滤器 它其实就是一个或者两个参数的一个python函数 一个参数就是编量值 第二个就是参数的值可以是默认值或者是空的 或者是你就是说不写 只有一个变量也可以 首先我们我们要引入这个template from Jungle import template 然后呢 同样的注册一个全局的register变量 template library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来定义一个根据参数来过滤字符串内字符的一个函数 f cut filter 然后 变量 参数 我就直接返回一个value 然后呢 replace ac arg 这个 好 比如说 去掉这个空格的这个cut filter 然后呢 接着我们就需要注册register filter name 比如说 我们就叫这个cut filter 然后这个filter function呢 也是这个cut filter 跟上一节机器的类似 就可以在home.htm去使用它 首先我们把它给load进来 我一键load pore filter 然后可以去使用它 我们可以 比如说 event 加空格 然后我就使用这个过滤器 叫cut filter 然后 然后我的这个 传入的这个参数呢 比如说我去 干掉这个空格 然后我去运行 这个建构 然后打开 注意 我们看到 它就把中间的这个空格给删掉了 同样可以用装饰器来简化 这个过滤器的注册 比如说 我们可以 用这个register 我们可以用这个 filter 然后name 等于这个cut filter 然后我们来这个 打开 同样是可以的 接着呢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name给删了 然后它的默认的这个过滤器的名字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过滤器的函数 cut filter 我们同样可以去再尝试一下 这样同样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的这 过滤器函数是专门针对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装饰器 String filter 将会把传入 过来的过滤器函数的对象转化为String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然后def lower 转称小写 然后呢 传过来一个value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value调用它的lower 我们知道在python中只有字符串 它有这个lower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 需要强制把它为转化为 这个字符串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String filter 这个装饰器 这个装饰器 自动的帮我们进行转化 当然我们需要引入这个 Jungle Template.Default Filter 然后把这个String filter给引入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当然我们还要注册它 Jester Filter 在这个写字符过滤器的时候 我们应当考虑一下 过滤器如何和Jungle的自动转移进行协作 我们要注意到三种类型的字符串 可以被传进模板的代码中 一种就是原始的字符串 比如说本地的这个String或者是unicode 在输出的时候 可以自动转移的话会被转移 否则就保持不变 另外一个就是安全的字符串 SafeString 在输出的时候已经被标示为安全了 任何可能的转移都已经被转移了 然后接着就是被标记为需要转移的字符串 在输出的时候 总是需要被转移的 Jungle默认内置的这个 过滤器 它都是 自动进行转移的 是为了防止 跨站的一个攻击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 然后位置 去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html的这个 代码 然后我们 输入一个hello 然后as temp battle 你的位置 可以使用这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去 temp 然后我们 然后呢我们调用这个 Jungle内置的这个capital first 这个过滤器 然后把它的第1个字母进行大写 capital first 然后呢 我们去打开这个主页 我们看一下 然后它进行了一个自动的转移 我们就知道了 Jungle内置的这个过滤器 是自动进行转移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自定义的过滤器 是否会进行自动转移呢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一个过滤器 看它会不会自动转移 准备的这个过滤器 f add 然后呢 gout value arg return s s value arg 然后去注册 可以来调用这个add这个过滤器 比如说在这儿去使用它 add word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就看到它没有进行自动转移 直接把这一段 htm的代码都给输入进来的 然后我们如何进在 然后我们如何在自定的这个过滤器 进行转移呢 首先我们可以设置 这个意思 save 这个变量 然后让它进行转移 强制的进行转移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 看到然后它就进行了一个 转移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mark save 来进行一个转移 比如说 我们去引入 from jango save string import mark sav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叫mark save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再次打开它 同样进行了一个转移 这次课呢 我们就回顾了模板过滤器的一个基础 然后学习了如何来自定义模板的过滤器 并学习了这个过滤器与这个转移的一个使用 这次课我们就上到这里